好 來 我講到以前的大明星 來 我們這邊問一下麥哥 說去年 有曾經出過車禍 進來身體狀況大不如前 也有位迪龍大哥 你看迪龍 其實你剛剛問我說 誰最帥 我真的是不想破梗 其實迪龍是我小時候 真的認為最帥的 而且他除了帥 他很就是正氣對不對 對 又陽剛 正派 這個是四五年級 所有人的回憶 迪龍跟江大衛 當年邵氏的兩大巨星 功夫的這個武打巨星 這個張策導演捧了這個 要講年輕小鮮肉 誰沒有年輕過 你看 對 帥 帥 非常非常帥 而且這都是那個 娘胎出生就是這樣子 對 沒有經過 沒有經過家公的 對 當年張策捧了這個 獨背刀王宇 另外就捧了迪龍跟江大衛 迪龍是那個西服行的行員 就是在西服行 做西服行 賣西服的行員 那江大衛演繹世家嘛 那張策導演因為 這個六八年要拍一部 就六八年要拍一部電影 就挖了兩個新人出來當主角 因為電影叫死角 那個電影就讓他們兩個一炮而紅 兩個青春的 當年叫小鮮肉啦 真的小鮮肉 對 那這個兩個人就是變成 張策導演的旗下的這種 大的這個新鮮的明星 好 結果兩年之後呢 這個江大衛就在亞洲影展得了影帝 報酬這部電影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一起演電影的 所有張策的電影都他們兩個 迪龍 有迪龍就有江大衛 兩個一起演 結果七十年呢 江大衛得了亞洲影帝 哇 一個人那麼早就得 出道兩年得亞洲影帝 當時大家就訪問迪龍說 那你有什麼感想 因為江大衛得了影帝 迪龍說我當替他高興了 但是我覺得很驚訝 因為我覺得來得太早了 他這句話一講 哇 不得了 大家覺得這好像有餘量情節 就覺得是不是彼此有競爭的這個 就種下兩個人的心結 但兩個人其實一直是兄弟 就是因為一起捧出來的嘛 可是一個人先得了影帝 好 得了影帝之後呢 那迪龍就 因為他長得真的很帥 你剛剛看那張照片 他當年就有刺青 那個年代 他那個肌肉 你看他那個 你看剛剛的照片 他的左背 那個年代就有刺青 那多麼的時髦一件事情 好 你現在看那個照片 其實他有給你看 到六幾歲的時候 江大衛還是很帥 可是迪龍已經變樣了 對不對 江大衛64歲變這樣 64歲 迪龍65歲 那我現在講回他們年輕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迪龍就覺得 江大衛得了影帝 然後他又覺得 他就開始就努力的 你知道當年拍了一部 《赤馬》1974年 《赤馬》就有同名狀的 同名狀大家看過嘛 金城武 李連杰 劉德華 其實早在七年代就是赤馬 就是江大衛 迪龍跟陳觀泰 那個時候迪龍因為要 掙脫江大衛得影帝 他就要求他要演反派 迪龍就演反派 所以那一年迪龍因為 《赤馬》這個電影得了金馬獎 但不是影帝 因為金馬獎那個時候 除了影帝以後 還有給一些其他獎 他得了一個最突出演技獎 表示說他也努力了 那迪龍就一直為了擺脫 這個江大衛比他早得 亞洲影帝的這個心結 他後來又去演李漢翔的 這個光緒什麼 《銀台汽雪》跟《清國清城》 他演《光緒帝》 大家記不記得他跟蕭瑤演 那個盧燕瓷熙太后 那也是一個經典名片 反正迪龍就一直一直在轉 轉換他的角色 終於到了一九八六年 他得了金馬影帝了 什麼電影呢 就是《英雄本色》 跟張國榮 張國榮的歌 張國榮 然後周润發 對 那周润發小馬哥嘛 宏吉時 迪龍是演豪哥 豪哥這個角色 就讓迪龍得了金馬影帝 那也就是得了 那一年得金馬影帝 慶功宴那一年 因為他們後來兩個人 迪龍跟江大衛 兩個人就各分到揚鑣了 就各演各的 剛剛講迪龍去演 李漢翔的電影 怎麼江大衛就各自發展 因為這兩個就當年 那個心結就一直種下來 後來結果到了 他得了金馬影帝 那一次慶功宴 江大衛終於來參加 出現 又給他一個擁抱 所以兩個就解開心結 但是其實這兩個人 因為當時年輕的時候 其實兩個人的老婆 另一半都很有名 迪龍老婆陶米明 大家知道 一直看新聞 都是林青霞的閨蜜 每次林青霞做什麼事 一定有陶米明 他是一個舞蹈員出身的 那江大衛的老婆 李玲玲也當年一個明星 他們其實都是兩對情侶 當時四個人是一起玩的 然後變成結婚 可是後來也有人說 兩個人的老婆彼此就不合 所以他們也造成 他們兩個兄弟之間的 這個比較距離越來越遠 那講到迪龍 剛剛講你看 他其實他最大的致命傷 所謂的老太致命傷 什麼呢 因為他其實頭髮 比較早那個少 你看其實如果你看 1986年的英雄本色 他的髮際線已經非常高了 那你看江大衛的本錢 就是江大衛到六十幾歲 剛剛看那張照片 他還在TVB 他現在還在演港劇 他頭髮還是很茂密 那迪龍就是比較吃灰 就他髮際線很高 所以他到八六八幾年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感覺蒼老了 因為他髮際已經那個了 他也都不去 我會調一下 沒有 你看他們從那個年代出生 就是天然的 然後他也沒有想要去弄假髮 什麼的 但講到迪龍他的兒子 現在是個大明星了 對 譚俊燕 譚俊燕TVB的四弟 這個譚俊燕呢 2000年跟梅艷芳演荒星假期出道走紅 然後結果去 竟然開始在TVB演港劇 那今年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新聞女王 新聞女王 她演奢斯曼的這個 就是以前攝影師 所以譚俊燕其實繼承了 爸爸迪龍的這個衣帛 現在變成一個四弟 替香港的小生 做阿公 阿公 對 那迪龍其實現在還 雖然頭髮是阿公 但是身體還是滿硬朗的 對 陳冠宇老師 什麼風水擺設 可以讓人家髮際線 不要往後退 可以讓人清出於藍 我們講清出於藍 勝於藍的時候 要包括很多 一個叫做我們自己的 公司的話就是我們員工 我們員工也是叫做 我們清出於藍 希望我們的員工更有能量 更有能力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學生 我教很多學生的時候 我們希望學生比我們更行 那才是清出於藍 那最重要我們的兒女 我們兒女要勝過父母 那這種叫做清出於藍 我建議很簡單的東西 大家可以去嘗試看看 宰屋的東南方 我們在等東南方 就是紫席位 東南它是文昌 他也只有 骨盆江 我們小孩從哪裡出生 從媽媽的 就骨盆江後面 下面生出來 所以遜掛 所以在骨盆江的位置 所以從來生出來之後 就叫做紫席 所以在紫席位的時候 要擺什麼 你要我們子女 能夠有清出於藍 能勝於藍的時候 要怎麼辦 所以要擺 牛車賣在 所以在紫席的位置 讓他要牛車賣在 因為這是一個牛車 載了很多金銀財寶 那是馬 馬在拖的 不是牛在拖 所以牛車馬載 因為牛車馬載的時候 就代表我們子女 會賺很多錢 很有出息 才會賺很多錢 如果他沒有賺很多錢 他可能一點能量都會 大概在宰在家裡面 永遠一輩子 就是宰在家 就是用父母的 那這種基本上 不可能清出於藍 所以要自己打拚的 所以要五車賣在 可以幫助一個小孩 他變得很有出息 能賺很多錢 在外面社會地位高 你要賺很多錢 社會地位不高的話 你工作不好 你不可能賺很多錢 你就說 如果你去做 微微作歹 做了壞事以後 說賺了錢很快就沒有 那也不是清出於藍 所以那不對的 所以我們要讓它是 穩定成長的 所以清出於藍 就有車賣在 可以幫助我們子女 能夠清出於藍 勝於藍 另外一個很簡單的是 在宰屋的東南東方 擺放龍之小子皮修 各位有沒有一個龍 我們在 大家說龍 我們有沒有去拜龍 沒有 但是皮修有人拜 皮修是說龍的九子 最小的兒子 那最小的兒子有人拜他了 你說他就是 清出於藍 勝於藍 他比他哥哥 皮修的 比他父母還強 但你社會上流傳了幾千年 說你看我們都會在拜皮修 希望幫我招財 所以這就是他的成功 所以就清出於藍 所以就要擺皮修 那皮修要擺在東南東 就是擺在東方靠近東南的位置 東方靠近東南的位置的時候 他剛好龍的一個成功 在我們風水講二十四三的 剛好成的位置 就是東南東這個位置 就是龍的本位 所以人的 他本身你擺了皮修以後 就代表他有領導的地位 他能夠在這個地方做一個領導 他做一個老闆 做一個主宰 所以一個主宰者的時候 他基本上他的能量 那皮修怎麼樣 看這裡 所以皮修的時候我們叫這種 就龍之小子的皮修 那這種皮修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如果一般一般 最好的能量是要 能夠讓我們的小孩 能清出於藍 生於藍的時候 要用什麼 皮修最好能夠用五支皮修 用五種顏色的皮修 那萬一你要拿這種五種 這五種皮修 可能如果你找不到要怎麼辦 同一個皮修的時候你要怎麼辦 下面用墊的紙 用五種顏色的紙卡 讓它坐在底下 它踩在這樣 那這種紙卡 在擺在我們東南東方的位置 這種你把皮修一擺 相對的它的財務就會成長 那這會代表它有出息 那所以就創造我們子女 越來越有出息 所以每個人家庭都希望我們的子女 有些家庭裡面 有些小孩 他比較好吃懶作 每天遊手好閒 或是微微奏待在外面的時候 你希望他把它改變他的惡喜 那你就可以在東南東方的位置 把它用五種卡紙擺下去五種顏色 那找出這個皮修 那擺在那個位置 那如果你當然 如果可以找到五種顏色 這種皮修 這龍之小紙 來擺在這個位置 相對的它的能量就會產生 那有很多人會問說 阿大士 你說高速而擺 擺多久會有出息 其實上你知道 東南東方它本身的掛位 它的掛就代表四的數字 所以在一個家庭裡面 一個辦公室裡面 你如果擺得以後 你家庭你想要把它改變那個氣場 一般來講就是四個月以後 它就會展現出 另外一組能量 小孩的時限就會完全的改變 我們的員工就會有些改變 甚至你的學生交出來 他們就會比較有出息 他們會改變 所以風水只要小小東西 相信絕對可以幫助 我們做完全的開營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今晚你有空來開放嗎 挑加巴大神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